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我在用木工CNC雕刻机雕刻作品的时候呢 会发现在进行二次加工的时候 必须要把这个工件很好的把它固定起来定位起来 因为像我这种工件 像我这种工件的话 第一次把它雕刻下来之后 我设计到的另外一面呢 我还要去雕刻一些文字 这个时候就必须要固定它 把它固定好 固定到这个雕刻机上面的坐标一定要精确 然后翻过来的时候呢 再设计再根据这个坐标去雕刻的话 才能够雕刻到很准确的位置 所以呢我经过一些研究了 就自己来做一个固定板 把这个板子固定在雕刻机的坐标上面 那这样呢就方便翻过来 第二次加工第二次雕刻 那接下来看一下我是怎么把我这个雕刻机 加装一个直角的档块来固定 弓箭固定所要加工的木板 在做这个固定板之前呢 要确定一下你机子的坐标 圆点坐标 我的机子的圆点坐标呢 是在这个方向 所以呢我要在这个地方来做一个 直角的固定档块 为什么要放到圆点这里呢 因为每次启动的时候 机子把它归顶到圆点这个地方 它的坐标就很精确 那就以这个坐标为 你设计的坐标在雕刻软件上面去进行尺寸的安排 尺寸的定位 那么就很方便很精确 我找了这样的板子 来做这样的一个直角的档块 所以我要先把我这块板子固定到下面的这个雕刻底板上面 那我打算把这几个角这两边的把这一边上面固定两个螺丝 这一边固定两个螺丝 接下来把这两边都打两个孔 把它固定一下 把上面的板和下面的板 用一个钻头转个孔 把它上下变好位 现在把这个拆掉 那这里就这一个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孔 现在把这五个孔扩大上运满螺谷 再用这个层孔钻孔 钻一个层孔 因为要把玉玛螺谷埋到这个地板的下面去 接下来就把这个玉玛螺谷上到这个孔里面去 现在用这个螺丝把这个板固定到下面的底座上面 然后把这边和这边固定上 这里再加了一颗螺丝 把它固定 因为等一下这边洗过去洗过直角的时候 要确保它不能移动 所以这里我加了一颗螺丝 加工完之后就是这样子的 大家要留意这中间呢 我做了一个这样的孔 这个孔除了是用于形成直角 板子放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才能与这两个边贴合 比如说这个板子之前 那是通过这一面加工了一遍 现在呢 我要在它的背面来雕一些字在上面 那我现在就把它固定到 我这个声音声的挡板上面来进行雕刻 把它两边扣紧 这边扣紧这边 这边扣紧这边 给拢 达到了我想要的效果 那边扣紧这边扣紧这边 我这个就要是用的 如果我去看看 那边扣紧这边